原音樂聖書olas Song 詞曲子大師 作曲子大師 首歌大師 曾陸 kanaon 寶如有哲喬 是鈴木琴 innovators 20 day of the world 恩愛有哲喬 rant Vampira 成立 這題目其實每個人都要評分 那 montage就是說從 突外空氣一直坐到史 這題目 quiz 又到甚麼 處以在晃空池 你都會知道說 其實你個人 即一個人的 你的生活空間裡面 你的空氣固域真的是不太好 我們都以為 這個 一定要有什麼樣的不好的習慣 要抽煙 要吃什麼油炸 你才會得病 其實是每一個都不知道 你為什麼得病 所以我自己做的時候我才知道 你們家裡面也沒有做過空氣 空氣一直漸測 沒有 以後 我可能會傷機不愁 我上去年三月四上 三月四上要在台大院 我們內科不給演講之後 那個熊加哥的五世紀 一世就演 終於是有個機器 我那時候就去跟他見 那 那當然是去年三月四上 那天我們 我們下午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的記者會之後呢 我們就把那個 所以去年三月四上要在台大 直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那P2.5的這個議題 一直在發銷 一直在發銷 其實應該大家都知道 什麼幾乎兩個控制應該是 從年頭控制 對不對 應該是那個 那個 冒煙蔥的那個 公司 那個那個工廠 他要把煙蔥帶口罩 對不對 怎麼是應該帶口罩咧 應該是那個 會冒黑煙的那個 汽車 他要帶口罩 對 為什麼沒有辦法這樣子 我們現在等於是鬥變 我們是最可憐的 我說帶口罩就是 沒有救了 沒有救了 我們知道是一救之一救救 所以我們有辦法 只有一個公司大家來 來面對這個事情 那 其實我在做公司 我要研究之後 我最近才知道說 連我都是受害者 我跟那個 物理治療中心的 那個曹昭英老師 我們同一個 那他們把物理治療中心呢 就 裡面有一個叫做 就是做那個 矯正寫的部分 放在物理治療中心裡面 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哇 他那個 那個地方他在做鞋子的時候 他必須要用到塑膠 要用到一些想膠的引擎 那他沒有辦法 能夠把它抽難進 結果的放股是 我的物理東西 就是會拉起 牛肌糖化物 會搞到六千多 我是吸了大力的引擎 我是很慶幸的 我還沒有得癌症 我那天我才知道 我去做肉 我才知道 然後我把第二面 我的引擎 拿到我們家裡面 所以我才知道說 我的辦公室呢 第二點五也不及格 然後呢 我看了整個地方 第二點五也是四十幾 我們家裡面也是四十幾 然後外面的鑑車站呢 都是只有十幾 二十幾左右 所以這個是家裡面的空氣 是值得大家重視 就是家裡面的空氣 通常都是以外面 到兩倍到三倍以上 那只不過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環抱圖的監測站 你們每次看到說 哇綠色的 好棒喔 我們這個台北的第二面 我們只有十幾 又有十幾 台北的空氣體 就是多好多好 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它的監測站的這個 遺體呢 是擺在十五公尺的 在高度上面 然後呢 旁邊沒有任何的阻礙的地方 它擺在裡面做檢測 那個意思 它是要檢測的是 整個區域的空氣品質 它絕對不是很新的啦 十五公尺是五層樓耶 五層樓的高空 然後上面 旁邊全部都沒有房子 可以出來到它 它放在你那邊 給你檢測的時候 所以跟你在陸地上面 走路的人喔 你吸的空氣 是跟它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要不要不要 大家首先有所要注意 想說 這個 如果說那個監測站 它的十五公尺上面 都可以測到一百多 代表你下面大概是兩百多 所以我們不要每次在那裡 清晰說我們不清晰是多少 其實 我們沒有檢測 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是告訴各位 這個北京 台北市 台北市 台北市場是這樣的天性 諸位如果說市場 有空開車到中南部去 以前到台中市很漂亮 現在開到清水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怎麼那麼難過 就覺得 好像連近輩子的東西 遮起來的感覺 還不適應 對 但中部的空氣 也不是什麼問題 這麼好的地方 哪能幹照照 所以我們的目的 我是希望中間 都找到原因 諸位了解之後 我們把你的目的 給拿掉 你才有機會救你自己 我們要請上帝救我們 我們診很多東西要努力 我們都要努力 老天爺可以幫他幫你忙 現在都是男生女生 都是癌症的十大十 這個十一裡面 大概都肺癌就是第一 所以這個要告訴各位 絕對是個關鍵 所以 有一個女生 大概就二十 五位 內五位十一癌症 有一位就是肺癌 最近的大腸癌 其實 我是在講大腸癌 又是多萬聚 大腸癌 大腸癌 就是什麼 下次有空氣 才跟個別人想想 跟一個吃的東西 這個是2013年的 中央電源 一個包包 就是 世界衛生組織 有一個叫做 癌症的一個 IARC 第一季的這個癌症 夠大腸癌症 然後他說 空氣癌 是癌症 是我們首要的癌症 是第一季的治癌症 那2012年 他就已經告訴各位 他已經公佈了 就是 才有癌症的 海肺的 才有癌症的這個飛機 它是第一季的治癌症 但是告訴各位 很多 那其實 諸位你們出去的時候 你們時常會看到 黑鹽會看到 那個不好的味道 你會看到不好的味道 你會看到不好的味道 看到黑鹽其實 還有很多都是菜油的 其實台北市 菜油的車子超多的 這個是 在世界衛生組織公佈這個 這樣的一個 記者會之前 很重要的一篇路 就是在同樣的一個 前上一個月就發了 他是告訴我們 歐盟以後 17個國家 然後呢 三個幾萬人 經過了13年的時間 他們去看 結果他們發現 大概就是 第二天 你會增加5個 一個PPM的話 那他 這個飛行 他就會增加55% 1M值的話 是增加55% 增加4個PPM 那就是我們在2001年的時候 對亞洲地區做的研究 亞洲地區的很多的 大概五六四篇的論文 我們去做了一個整理 那我們台灣自己的論文 大概就佔了 上面之一 我們的論文 比他們 應該還要多 那我們看起來 你們就看到了 PM 這是首先為 那個是所謂的 17台油的核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 SO2就是 280 單285 還有臭名 這個基本上是 我們在台北市 如果說是 有這個參與問題的時候 市場會聞到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 美國新疆學會在2011年的時候 公布了一個 共識報告 是告訴大家 每增加10個PPM 每10個毫米 這個是PPM 的濃度的時候 它這個第二面 我是驗屍 它大概會增加 可能是心臟的死亡 還是心肺的死亡 還是中死亡 大概是增加4到15公升 這裡是告訴各位 就是說它真的會增加死亡 而且在不同的研究裡面都看到 這個大概都是 歐洲跟美國他們長期的研究 就告訴我們 空氣味還會死亡 不關心 不如4天更久 它的風險也大 基本上我們看到的上面 它是加油 很多的電話 很多的電話 所以我們過去的研究裡面 都在想 是不是 可以從這個 前 就是臨床前起的 裡面去找到臉 那 各位可以看到 第二點很多想 就是這個紅色的 藍色的這個就是PM10 這是你的頭髮 這是海邊的沙 那P205這麼小 它比同學球的還小 同學球大概是 5到7個 這個micro-meter 所謂的圍衣 5到7個圍衣 然後我們這個P205 就是2.5個圍衣 就是說它非常的小 就是10的-6次方的意思 那P205它在直接 就到你的肺炮圈 到你的肺炮圈 到肺炮圈 到肺炮圈 如果更小的圍衣 就是P205 0.1 P205 1.0以下的東西 它可能就直接 回到你的血管裡面去 所以這個是很值得 我們大家要重視的 所以 我們在講 第二點五是告訴各位 第二點五這個圍衣 上面它可以帶著什麼東西 它可以帶著 手環器 它可以帶著 細菌 它可以帶著 免菌 它可以帶著 病毒 它就好像是一個 carrier 它就是一個 一個災 災體 它帶著各種的東西 給你 帶著金屬 帶著各種的 不好的東西 都給你 所以不要小太大 所以到最後 我會告訴各位 家裡面要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介紹給你 就是整體清潔 簡單 不舒服 確實 家裡面要乾淨的最重要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 空氣污染的各個來源 我們每天都會去罵 這個汽車 對不對 我們會去罵工廠 我們都很少知道 其實你的農業 跟我們的污染有關 因為農業裡面 是不是會灑很多的淡肥 也要盡量的 就是你們 在有到農地區 就知道很多的農地都硬掉了 過度失肥 過度的農藥 等等等等 其實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在享受美食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 我們的各種的飲食 其實是匆忙著 我們的環境的代價 我們都忘掉了 我們的居家活動很重要 你吸的東西是 哪裡的東西 就是你們家要自己 燒的東西 你們家要自己 製造的東西 因為 反正這90件事 在你們家裡面 在室內的時候 就是我們自己知道的 好 那這篇呢 這個是 去年9月份的 Lature 的 這個 一篇很重要的論文 這篇論文是 這個作者是 還有大學人 Lady 還有Lady 這個教授是 詹昌泉 詹教授的老師 我們國內 就是我們公衛協議的 詹昌泉教授 他在哈佛大學的老師 那這篇論文 就在講 全世界提早死亡 每年有330萬人 因4萬多幾 然後室內呢 354萬人 這因為 一定有將近 7百萬的人 是因為空氣 而死亡 提早死亡 又不再死 就要死亡 我們也說叫夭者 不應該寫的 歸心結 這裡在講的是什麼 因為這段 很重要 我就把它看成中 給各位看看 非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 華北 華東 華龍 然後印度的北方 那台灣在這裡 這裡都這麼紅 然後台灣整個很紅 他拿來 那個風一吹掉 來 東北極風一吹 這個什麼 西南極風一吹 碰到頭上 所以剛剛這段 就給各位看一下 庫宅區跟商業區的 小的燃燒油 各兩十六 是亞洲地區 最主要P20代理 其實造成的經營不但實在的上 就是這330萬 裡面有110萬 是來自於 你們社區 跟你們家裡面的 這個小的燃燒油 有什麼造成的 主要是想家人 烹煮食物等等 甚至燃料 垃圾處理 還有菜物 所以不要 不要小餐廳的垃圾處理 跟你們無關 我們垃圾處理 你們家裡面的垃圾 什麼最多物 啊 塑膠 大部分的塑膠 很多都是PVC PVC 是什麼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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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的 通告 你們就要小心 一定要有說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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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200 那 那 那 我 我 告訴你 它 飛得對遠 意思就是 它會飛到這邊來 所以不要以為說 內部的那個 垃圾場跟 有關 當然有關 你以為 你離它很遠嗎 你以為超過30公里 沒有啊 十幾公里就到了 所以你要告訴各位 很多的事情 那 第二 當然是我們農業上 使用的這個 這個 加速產生的這個 啊 肥料 這個 養豬的 來 你們有沒有請 提那個養豬廠 它是提養豬廠 提養豬廠 聞那個味道 都聞到那個大腿的味道 那實際上告訴各位 阿摩尼亞是很多 很重要的 製造PVC 重要的來源 另外就是所謂的 大概後部線 我們就是施化 這個電影 好 大電廠工業好 交通移書等等的 這些是提到的 另外的商品是來自這裡 這裡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住在這裡 它不當然會有影響 因為外面每天都會 送不好的空氣圈 但是問題要記得就是 我們家的空氣品質 是你自己要來想辦法 這個是我們比較早 這個207年的這個論 我什麼提出來的就是說 這個論已經被 用了大概300多次 代表這個科學研究 是受到相當的 總之外 我們會去看 血液的靈孤跟血栓因子 我們已經測量 什麼DPA 還完 什麼溜進去 我們已經測量這些 靈孤因子 我們去看你那個 那個我們的 BNA的水質傷 就是我們這樣 就是你的細胞會受傷 我們可以去測量 它的一些代謝 濃度大概是 這個是2006年的時候 我們做的營修 大概是 在新狀況地區 大概P2.65 大概是 30幾 PM10 大概是60 我們可以看到 發炎是比較 跟你的空氣污染有關 你的氧化壓力 也會跟你的空氣污染有關 空氣污染有關 尤其是那個 所謂的 就是奈脆 然後就是這個 蛋的化物之類的東西 你的靈空硬質 然後這裡的 不管是旋骨 也一樣 所謂的B級物量 或二級 也有關 這裡我們看到 我們的氣力變異性 心臟的變異性 就是什麼 心臟的變化 可以 可快的慢 如果一直到誤快 就代表說 你的心臟調控不來 它就容易出時 容易會發生心臟病 如果心臟調控得可快 很慢 調控得非常好 它就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心臟的 異性變差 就代表說 它不好的意思 那都會 全部都往下走 那我們 最後去看的時候 就是你會注意到 柳三葉跟臭蒜 臭癢 這兩個呢 其實它不夠 很清楚 它會造成 這個所謂的癢化壓力 跟血酸的增加 它會造成你的這個 心臟的變異性變差 柳三葉跟臭癢是什麼東西 臭癢 我們第一條 臭癢是哪裡來的 就是我們的VOC 就是我們的汽車排放物 就會產生很多的 廢話器 有其他化物物 另外一個是 你在燃燒東西 比如說我們 另外一個是 音表機 你們有沒有音表機 有沒有試物機 那個硬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二十幾種的 這個VOC 出來 你加一個 你在煮菜 這個瓦斯一開 你就會產生VOC 這個VOC 產生出來之後 如果又碰上了 所謂的是 蛋液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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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產生這個臭癢出來 臭癢是什麼東西 臭癢文件 或是買那個臭癢殺菌器 臭癢可以殺菌 碰到你的身體的細胞 會不會把你殺 也會殺你 臭癢是我們可以不要的東西 因為它是活性很強的一個東西 會造成我們的上癢 臭癢 那這個瓦斯一 瓦斯一 主要就是那個 所謂的是 菜油引擎出來的 就是那個以前 我們應該是說 汽油以前 比較沒有出發之前 它就是沒有這個SOP 還是有一些所謂 切成文的概念 現在那個是切一瓶介紹 但是這個瓦斯一 還是很值得我們做 另外 我們反擊的coach員會介紹我們 會介紹我們的脈癢叉 脈癢叉是什麼意思 你的心臟的功能會變差的意思 脈癢叉它所代表的是 心臟打出去的量會減少 晚上如果睡覺的時候 不覺的時候 你的心臟的死亡就增加了 什麼意思 晚上不睡覺了 你的血涯就沒有辦法恢復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在日本裡 所以他們經過了大概九年的追蹤 已經一千六百個人 他們已經做追蹤 發現到 晚上如果是血涯 沒有辦法正常的休息 沒有正常的下降的話 他經過了九年之後 他的心臟病會增加五點三幾倍 尤其是血壓高了 這個是我們做的研究 有大概將近兩百位的 我們當時去一個公司 你們做的 他們的血壓 你可以看到 早上三十點的時候 血壓就上了 那什麼時候血壓下來 下午五點 這張圖是告訴各位什麼 日出而作 肌肉而息 晚上的時候 你的心臟是血壓 是下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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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休息的 所以你早上三十點的時候 血壓就慢慢上去 有四點左右 你的血壓就慢慢上去 你到六點一起床 你的血壓就到高點 所以也是告訴各位 血壓的腰為什麼 早上一起床就可以吃腰 這個血壓一直持續 持續到下午 持續到下午 大概是五點的時候 太陽下山了 我們做的時候 是在七月跟八月的時候做的 所以 下午五點多 太陽準備下山 下山的時候 血壓就慢慢下來了 慢慢下來了 這張圖其實是 但是我最近在講這個三高的一方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重點 你如果是八點的時候 去吃晚餐會怎麼樣 八度的時候去打球 會怎麼樣 晚上很多人去慢跑 去游泳的都有 告訴各位 你如果是晚上 運動的結果是什麼 你的血壓 這十千條曲線就會往後面 OK 如果晚上九點吃晚餐會怎麼樣 晚上吃宵夜會怎麼樣 你們講得都對 九點如果吃一個大牛排 再喝一杯來 你酒會怎麼樣 晚上會不會起來尿尿啊 起來尿尿都尿不三次 你晚上還有個睡嗎 所以晚上就會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 你晚上血壓不下降 那便宜在哪裡 晚上開碗吃晚餐 加班開碗不要 晚上進行動 運動完會不會喝水啊 洗個沖個熱水澡 再吃個宵夜 你晚上就完蛋 你晚上兩三天才睡得到覺 所以你就延遲了這個血壓 這個恢復的時間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道理 應該是說 上帝給我們的每一人都是很公平的 幾點 太陽起來 幾點下去 就是說 這個是在你身上的一個所謂的生物室中 你沒有召回起來你就生命 OK 所以你看 晚上還有睡覺睡壓 他的心臟光顧就收到你下 這個是我們前年五月份的一個錄音 這告訴各位 空氣汙染呢 對於睡覺睡不好的人也不客氣 他就對你特別的兇 你不好好睡覺 你披了點文就你不客氣 後來我們 以前做空氣染都是用短期的空氣的品質來做 就是今天你的生物資料怎麼樣 看前兩三天的空氣的品質好不好 跟今天的空氣的品質好不好 後來我們發現到這樣好像沒辦法回答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就思考 是不是用長期的一個空氣的一個品質來做一個研究 所以我們第一次就去參加歐盟的企劃 所以歐盟的這個大概20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就派他們的一個研究組織出來 然後呢 我跟詹阿俊 詹阿俊就在這裡 我們就去參加的聯繫 我們不是歐盟的成員 但是我們就帶給我們的情緒 說我們可不可以參加 說可以的話也不參加 我們就用他們的方法來做聯繫 主要是要用他們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怎麼樣呢 我們就在台北市呢 用12個4個點來測量你的PM265 PM4 還有P265的黑盤溫 然後呢 4個點來測量你的彈油發污 所以就在這裡 有這些點我們就來測 那這個點呢 我們就去 每一個東西我們會用彗星地圍 我們家這個南明東山端 然後呢 一起向好 然後呢 我們用你們家的柱子去做彗星地圍 那你們家旁邊的這個綠地啊 你們家旁邊有沒有住宅啊 有沒有什麼公路啊 有沒有等等的 全部都可以從我們的土地利用 就是內政部的那個土地利用 你們自己的這個材料裡面 我們去用彗星定位的好 去把它摔下來 所以 這裡有22個點 就是 它就可以跟你們家 每一個點都去測量你們家的數字 然後呢 這個測量點呢 是一年都六個禮拜 每一個禁節兩個禮拜 以後六個禮拜 所以呢 就用這個數據來代表你們家的空氣 就是你們家的空氣 是用長期的空氣品質的結果 來測量你們家 那用這個數據來做體股 就用不到一種數據 好 就可以看 就可以看 你們家如果附近 這個有比較 事先到的這個 這個道路的話呢 你們家的第二領域就會上升 因為道路面積會比較多的話 你們家的空氣品質也不好 你們家旁邊有空氣品質 一個空氣品質就不好 都可以算得出來 你們家旁邊有空氣區域 你一開始就住在去年紀很大 因為你的P2.5都會上升 你們家旁邊有空氣品質 你們家的空氣品質 可以一下 有河流的地方就會有風 而且水氣是會幫忙降低P2.5 然後就去刷黑碳的部分 你們家旁邊有3H 就是這種道路面積比較大 都會是降雨的空氣 空氣會變差 高降雨的這個長度 就是有這個高降雨在你們家附近的話 這1公里如果有的話 你們家的空氣品質就不好 你們家旁邊有這個森林 有一個地方可以爬山 你們家空氣品質 對啊 如果有事前到這個情況 就是萬一旦你把我的森林 所以你們都可以去搜 你們家旁邊有一個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會比較好 所以 這個是住在那邊 住在河邊 他們附近的道路總連跡很像 然後呢 這個 最主要的道路30公尺 然後沒有這個建築公地 沒有空氣區 他們家裡是多少 1 2 2 3 6連6 9克文 很好耶 這住在上邊區裡面 附近的道路連跡這麼多 主要的道路連跡 空氣區 等等等等 合流連跡很像 可以摔起來他們家中連 四十八變三 你住在哪裡 Pint is nature 那個不是大聲 nature 有關係 住哪裡當然有關係 我們就被摔出來 我們中間大概像是七大位的研究者 我們看他們的Pint is nature 27.34 然後呢 這個黑碳波塔 1.97 我們用筋動脈 這個測量 我們去看看這個測量 它裡面的厚度 可以看到到這個地方 淡淡的白白的一層 這就是我們的厚度 這個厚度當然是裂薄也好 根本臉皮一樣 臉皮裂薄也好 這個血管的臉皮 比較薄一點也加 夜後當然有動脈以外 我們就看到 緊動脈的厚度 跟你們Pint is nature 跟這個黑碳波塔 也是有關係 跟黑碳波塔 如果增加一個大位的話 你的Pint is nature 你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緊動脈的這個 厚度 它大概能增加四年 二三年 三年 都可以算得出來 不管你是最大石還是平均 都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再來比較一下 除了這個黑碳波塔 Pint is nature 它所造成的這個 你的厚度的增加 跟其他的 所謂的心臟病的危險 以及來做危險 可以看到 差不多跟三個 四個 四個給你一樣 四歲 增加四歲 還有糖尿病 跟糖尿病 大概是差不多的危險 那 男性 做錯壓 定義度 這幾個所謂的 主要的 關照當天 東白心臟病的危險 全部都可以做不對 這告訴我們 空氣霧燃的影響 其實是不容狂 不容狂 另外 這邊我們現在要再修改 前面那一篇論文是 在美國的 大包處的 方向雜誌上面發明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文 那這篇論文是 我們來看 這個長期的空氣 會不會等等 這個血球的發炎有關 你大概知道 大腿球 大腿球就是 巨石細胞的前身 所以大腿球會上升 你的巨石細胞會上升的話 代表是 你的身體的發炎被啟動 被啟動 這個是我們 告訴各位 就是長期的空氣溫然 鋪路 很肯定的血管 這個發炎是有關的 最後我們去看 跟台北市的這個 六十五歲生的長生 他們的心臟也是有關的 我們也有關的 所以它上去就是代表 你的心臟的速度量會下降 確保比較抑鬱 這個是我們去年 試驗的時候 就去做的這件很特別的事情 然後 我就跟我的助理講 在這裡 背著這個空氣溫然 接著去 我們就去龍山石走 你看 走進去 然後每一個爐都跟它站著一分鐘 站著我們先 站著我們先 看看它的空氣溫然怎麼樣 好 就是這是我們一共 在龍山石就待了四十分鐘 他先天空已經沒有少降 我很請他走 很大快 繼續走 然後這個地方 有一個人在修金 在收金 因為他納入一個巷 那我也是 故意就在輪站五分鐘 他在收金 這個結果看來怎麼樣 你可以看得到 龍山石 這個平均的收金多少 一千三百六五 他行天空中上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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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很多 差很多 其實其實 差很多很多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 畫經裡面會寫的 叫 魯香炸熱 法界 回不去 這個就是這個草 出國海 可以寫 這當時 因為我必須要到龍山石集 跟他們董事會做報告 為什麼 他們後來當然是非常善意的 就有翻譯了 齁 七五變善意 然後 形象是搖文 這個形象是用文 所以你燒像叫做形象 所以我想我們 這個基督徒不燒像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告訴我們 這個才是對的 你跟上帝講法 不需要經過相當的聯繫 這個是 你看我 就直接就把各種的 這個授文解釋告訴你 熏像搖文 不是熏像露囊 我再次就蓋了 這個 所以呢 我名字就放在裡面 我還不曉得我 我變得這麼 這麼有意思 是我的 另外一位同事是 吳章吳教授幾點 我身上電視台 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那當然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希望未來還是要來改變 這個事情 那後來我們當然也是 把這個所謂的箱 做了進步的研究 我們就把這個箱 一共有四個箱 四個工廠的箱 來做研究 然後我們有五百cc的這個品質 然後呢 這個是先減 減兩公分 減兩段 兩段發結群 然後呢 另外呢 我們只有這個箱 讓它燒兩公分 然後呢 兩個一起來做一份 OK 然後呢 可以看得到 這是我把這個 這掉了 我不能講哪一家 好 這個是粉 它沒有燒之前就很高了 它燒完之後 正要是四倍 本 甲本 這個就是我們一共有有十幾種的 這個不有型的 去做檢測 測到的是幾種 好 比較高的 好 本 大家就知道它叫做 痴癌物痴好 好不好 它是血癌的痴癌 所以這裡面呢 這四種裡面呢 有三種 是很清楚的痴癌物痴 啊 全部都是中书神經自己 所以引導廟裡面 會非常的乖 非常的正經 好 OK 那另外一個痴癌 可能進什麼什麼的 反正它是十倍的 一百多元 一千多元 它還有的東西 都類似 告訴各位 化學香 也是化學香 這個是比較貴的香 比較貴的香 好 當然它多了一個 盤香的東西出來 好 其他的都一樣 意思代表 皮革的內容 都是差不多 是多了一個盤香的東西 好 基本上都是這樣 因為它能到的濃度 都相當高 好 好 可以告訴各位 我們空氣外面 通過什麼機質 它會從你們飛進去之後呢 它就直接呢 到你的水管上進去 好 它就在水管裡面 照著你 涼壓 在你發炎的反應 你血涮的反應 好 你就想啊 就好像一個管子裡面 現在進去的 好多小時候 小時候一直跟你砸牆壁起來 那牆壁會受傷 你牆壁會受到刺激的 它就發生了各種反應 另外它也會透過你的 直接到飛套裡 照著飛套的 然後自主神經在調光就說 你 它也會直接就到你的 經過血液 就直接到你的氣 上到你的腦部 去向到你的 你的性血管管 好 所以它會讓你的 主動脈的這個 血管會收縮 主動脈的殘導速度 會降快 這個大概 我們都是 在基準上面 我們大概有一些 大概有十幾年 我們都在回答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 主動脈它增加 那我們看到了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動脈一般的家 所以剛剛那個是什麼意思 我們剛剛在做的那個 空氣溫的模式 是不是盛行的污染水 你們家的空氣 附近的空氣體質不好 你們家的空氣就不好 好 這個是美國辦公室他們說的 家裡面的空氣污染 通常都是完美的 免費的5倍 因為我們大部分 大概80%到90%的世界 這些都是帶在室內 所以看到家裡 一定在做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最近 前一陣子 不是大家又提到 那個MOSFAR 他們用那個 他們的那個車子 是 柴油引擎的車子 然後那個 排到的那個 是柴油引擎的作家 他本來是 希望透過那樣的一個 柴油引擎的思考 介紹PL.5的一個 一個排放 但是他會增加 彈油包含的排放 其實我們最近的女生 就發現到彈油包含 可能比PL.5都還要多 這個是要告訴各位的 所以 我們現在 請各位不要 愛踩到你們的車子 我的受害最深的 就是你自己 他們都是被針放 留在自己家裡面 OK 然後呢 你在自己在開動的時候 你的車子不是 他會 他們身體去的 所以 其實要注意到 好 這個 我們叫做建材 彈一下的建材 各種的塗料 亮光漆 還是什麼 底板漆 還是這個 這個清潔漆 還是等等等 好 這時候看起來 高度 這個就是蠻 沈滿 還有發熱 還有細菌 連續 等等等 我們台灣現在最大的 我們就是大家都以為 我們家的那個 那個 人心機是 不用洗的 告訴各位人心機 不是只有洗這個網 他們也一定 他都要清洗一次到兩次 一定要整個拿出來洗 每次這樣換來三千塊 我們其實 這個未來都要去洗 不知道我們的 癌症 我們在客廳 家裡做建設 他們家的 合室 每個臥室 我們建設也是在 黑森處的地方 跟他的客廳 然後 他有個弟弟跟 他的弟弟的小孩 就在這裡抽煉 他們都在後兩台抽煉 但是那個頭頭不好 他們家 每天回來 只要抽煉之後 他們家的第二天 我們就可以高到四百多 好 好 一直吃雞到晚上 好 挺進起來是他的 他的房間是一百多 好 辦公室 一個是洗身的病人 好 一個是夜衣 一個是洗身好 一個活摩透氣的病人 對 他們家 旁邊 好 五公尺的對面 有一個公娘 OK 他們家下 我三點多 才是血 他的第二天 我不知道一百多 然後呢 一直吃雞到晚上 是一個 一個燒香的情 好 他的遊戲 也是這樣 還蠻沖上去的 好 另外一個是 德魯來的一個病人 齁 他們家 沒有這個 沒有繩索 沒有燒香 然後 也蠻乾淨的 好 白天 其實也不太好 才可以四十幾到我自己 然後呢 一直到晚上 兩三個的時候 突然到一百多 好 旁邊的營圍建設嘛 這個是外面的三重車站 三重車站 三重車站也高上去的 是代表什麼意思 外面有空氣污染 有工廠 偷放不起來 晚上就有人在放不起來 OK 所以你出差點 當然有關係 怎麼會在裡面不管 好 這是另外一個 最激到的 一個人在 好 今年的這個 好 剛好順便的是 熟悉 好 我們就把他們家裡做一點 他們家裡聽到 撒了三十項 熟悉嘛 半週線 上衣 半週線 上衣 半週線 他們家第二個 一個半小時 時間的音量大概是兩百多 兩百七十七到兩百八 OK 好 好 那我們就把他背的一個血壓器 好 同時可以檢測 你看到血壓器 他的血壓會上去 喔 下來 OK 然後再看他們的晚上的時候 昨天早上他要煮菜 你看這樣子 這樣子 血壓會真的 你的空氣污染很不安 血壓上去 下來 上去 所以 不要以為 你 我們家裡的空氣 他跟你的血壓都在變動 很不安 就到什麼方 去做檢測 好 到什麼 那這裡是我的檢測的地方 這個有一個自血的地方 OK 這邊就測到了 新的地方 那我那個時候 測到六千 後來我就把我的機器 拿到他們的這個 這個鞋子的房間 到他外面他用二十萬 他進去變六十五萬 怎麼辦 所以 講完之後 裡面的這個 學生喔 都非常的大 嚇一跳 怎麼那麼恐怖 但是 他告訴各位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白金 我們到另外一個 這個辦公室 他去接鎮之後呢 他有四個房間 有三個房間 他的西洋平均 都是超過一千以上 可是 人力多的話呢 他的這個 回憶環案 就會累積下來 好 那我們辦公室 我把那個那個 門診的地方 好 禮拜天的門診 我去測 PA2.5是40.3 PA1.0是40.2 告訴各位 不是PA2.5而已 它是PA1.0以下為主要 就是很小的顆粒 PA2.0以下為主要 PA2.0以下為主要 那 我們給予這個 門診呢 有 有 故隱的也跟診 跟診他們診 他們就 一個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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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你變成 D.540超標 那我就故隱的 PA4.5 會怎麼辦 所以當你的小孩 有問題的時候 怎麼辦 所以未來這個東西 都是一個 一個路線的一個思考 為什麼一定要在原因 我可不可以拿 扶完原因 現在不是很多都是 檸檬 control 好 為了要去想 為什麼每一個房間 裡面要擺一個人 擺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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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中央力表 就好 為什麼要在這裡 好 我們去 去那個時候 是去那個 大駕 大駕那個 大駕那個 那個合理公司 去送一趟 他不會來收 我們就在我們 車子上面去看 車子裡面的 別人也太好了 你到了 可是呢 二雅環彈 一上去之後 就到一千多兩千多 我們明明是大概 一千多兩千 各位阿華 你車子裡面 沒有看太高 為什麼 CO2 Narcosis 你知道嗎 可以講 英英文就知道 什麼叫 Narcosis 叫做麻醉 所以很多我覺得 這個事情就是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開車 裡面都跟阿彌陛 你不會讓外面 空間進來 然後也不開槽 然後你以為 那個空氣 就一直在可以循環 沒有 二氧環彈沒有可以循環 就這樣走 才進去不到 三分鐘大概 有一千兩千三千 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在高速公路上面 開車開很久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 你想睡一下 通常我的做法 都會打開窗 這樣就很脆進來 就會進去 其實我現在 我終於知道了 二氧環彈太高了 所以這個事情 問題是車上 車上都不知道嗎 他是沒有想去管他 這個絕對是商機啊 絕對是商機啊 絕對是商機啊 所以市面公司 每次市場 也可以為了 所以家裡的 炸炉太多 那也是塑膠 今天沒有降手法機師 因為沒有時間 手法機師 最近注意到 他跟糖尿病有關 跟家癡尼病有關 跟你的 混為生效也有關 跟你的動脈有關 跟你的心臟力有關 跟你的肌肉有關 跟過普肌肉有關 你回去家裡面算就好 你的家最輕鬆又是總商 每一種受教 因為他變軟 他變軟的過程就是 加入瘦髮肌 瘦髮肌跟他不是 集合在 他是coating在上面 所以等了一段時間 他就乾爹掉下來 乾爹掉下來 所以他就會從你的飛沉 從你的這個空氣裡面送給你 等下一根塑膠石 你少一點好不好 如果加一根塑膠石 你能夠跟著你每天在吸瘦髮肌 我們跟你測量你的瘦髮肌 你的瘦髮肌的濃度 裡面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 你是從空氣吸進來的 我已經有公廟 有公地有醫院 你要注意 你不要眼淀很好 你眼是不是會燒熱水 會有重油 家機通風 如果不好 家裡面都把它密封 因為那彎裡有空氣 然後我就把它關起來 沒有通風你就更慘 抽煙燒香滷香煮飯 抽煙都要注意 所以為什麼你們煮菜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要到炸 一定要去煎 是不是一定要 很大部分的生活 是不許要做的 所以家裡的另外很多人 從來不清一見大嬸 很多喔 一個禮拜看大嬸 也算不錯了 很多是這樣的 就是你每天都要大嬸 你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 我的年紀 我們那個小時候 每天到學校都要大嬸 我們每天到學校都要大嬸 你就想想小學生在做什麼 我們都忘掉了 要告訴各位嗎 還是 我們這個總統獎公分的時候 如果五十五年的時候 十次的新生活運動 這個才是能夠改善的可能化 我想 我還有一點點時間 是不是 這個是我們去 我們都去植物園中 我們以為這個地方很好 這個地方很多植物 應該很棒 對不對 所以現在 你去看一下 他畫得非常的文雅 有人叫做 獅金植物區 植物名人植物區 十二生肖植物區 你要看到很多的植物區 我們就從台大營走過去 馬路上面 你看到 P2.5都到78.5 18.5 18.5 然後呢 到了這個地方 就進去了 然後 這個P2.5到 螺子植物器 都是6.7 都18.3 8 這個植物分類 這個是8.13 8.18 進去之後 剛開設的時候 好像會減大 就是10左右 後來你看到 每次會到8.15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的植物園 應該就是說 這是對 空氣圓是一個 所謂的大氣的空氣汙染 不是只有一個 局部的空氣圓 大溫的空氣汙染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 一個大氣的 整個 空氣的汙染 所以呢 我們這個小的植物園 是大突然 你可以看到 達到很高 竹子的地方蠻好的 竹子是不錯的地方 竹子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標籤還是非常的高 標籤一點 基本上都會標籤一點點一下 就告訴你我們的 12650 這樣是講126 大部分的 聚焰電子 去大家和律母 讓便有 在浦井地 是不是會有風吹 然後會有 會有 水氣 他會去把那個 會把一些所謂的空氣管 給它 結合掉 第二件大概是32.17 3.4.2 這個DM1.1下的 大概是3.2 我們有什麼solution 所以以前我們不是那個嗎 因為 古代的時候我們當初有什麼病 找不到解藥的時候 我們就好我們到聖山裡面去找解藥 還要幫他去找到一些什麼 天山血緣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也到聖山裡面去做研究 我們已經找了一個solution 因為沒有solution 講了半天我剛剛也找到solution 我說我家裡面買一個空間經濟機 有沒有效果 效果有限 是有一點效果還是效果有限 那我們最後組了一個 這個生育研究的團隊 包括講一下 兩位中研員的教授 一個周中堡教授王吉祥老師 那這個是 台大生育研究室 那個事業育研究室的處長蔡英哲教授王 那吳藏浩老師 我們空位學員 這個曹我 是從豪衛大學回來的 另外我們間諜學 還有一位是退休的 這個農民的文維基政 我們就一直去 吃下課中我們 從2013年 從2014年 現在目前其實我們還繼續在做 我們就 剛開始我們沒有帶那麼多的監測器 所以就只好去租 一天兩晚晚 我們一次去租我們去六天 到一半 就是用錢在玩 那錢哪裡來 連門脫波 然後我們幾年 再買一張科技 這個是做柯教授的檢測器 他就把中研員的這個 這個大級科學的檢測器 就拿上去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設站 就開始做電話檢查 然後這個 吸頭的一個功能 他們就來接受 我們就想到 再把一件事 就上去幫忙 然後我們助理就幫忙 他慢慢就要抽血 分血 然後就要把它收起來 那我們就找台北市的一個 那個 一個大人 我們也掌勁 一個月後 我們做一架 我們做一架 我們這把空氣一間 但是也拿來越學 這個是前面的企業會 我們就原文出來 就是2014年的企業 我們第一天 我們就原文出來 但是他幫忙問年齡 大概差不多 住在台北市 住在西方大概也差不多 體重大概也差不多 然後呢 我們看起來就是血壓 還有他的吸引電 大概都看起來都是 兩邊都沒有什麼很危險的差異 但是會注意到 我們住在台北市的 膽度數位比較高 移民的膽度數位比較高 血糖呢 住在台北市的位置比較高 他們的 喝湯水之後的這個 這個結果也是比較高 就是它讓病人前期 都比較瘋了 然後我們去做了東蠻魚關的測量 我們發現到 住在台北市的 他們的東蠻魚關 東蠻魚關的指標 會稍微 厚硬 厚硬 然後我們去測量的時候 我們就是生活平址 跟他們工作的壓力 我們發現到 住在生理的工作時間 發生比較長 但是他們的這個 工作的一個所謂的是 工作場所的這個保證 在西異國來講 是比較好 住在台北市的 他們的 民航裡面的工作 因為他們比較沒有保障 然後這個 Vivital Health 就是那個 關於生活平址的資料來講 住在生理 他的這個生理的這個資料 分數是比較好 生活平址稍微好一點 所以這個是 那以空氣固域的時刻來講 我們在山上 有做一個空氣固域的測量 但是台北市來做 對 那當然住在山上的東西 是比較好 可是在山上的 在山上的臭氧 也是不定 也是不定 山上的東西也是 室度比較高 那我們就這次去 3月1的時候 2月1的時候 我們去了一趟 那西頭有一個烏烏 一個霧屋 這個霧屋是 比較好的一個木童 特地取走 這裡面呢 可以在這邊做體操 在這邊 kangana 你來在裡面做採ня 我們我們就在這裡做檢測 剛進去的時候 空氣感其實也不怎麼樣 空氣感大概 Circing 那到第二天的時候 後來我們注意到他第二天文石衝到一百多 什麼意思 他們沒有在大掃 我們到新的本來是要去洗澡房間對不對 結果他們的負責的人是不大掃 包圍外面 根本沒有在大掃 那每次來都是換長袋而已 點一些 後來我們就請他們要來大掃 你看到一百多 我們都一百多 這是我們做的影片 那後來打掃之後 他就下來 就下來 第二天我們就叫三四十 叫三四十 那後來我們決定做什麼事呢 除了打掃之外 後來我們就決定把藍花擺進去 藍花可以做什麼 藍花有兩個角色 一個角色是放箱形 藍花是放箱形 它是有幾個多幾個 第二件事是什麼 藍花是氣跟 它是吸水氣 吸水可以降低你的十五 所以 擺藍花之後 看看它的 那第二六個叫 十到四幾個 空氣體質是可以改善的 這個是我們 我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研究 當然 我們後續還會把整體的研究 再做一個更好的直線 那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在二零四年的九月 我的助理他們就爬到這個上面去 機頭有一個二氧化碳中亮塔 就爬到上面去 然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這個 就是 這個採樣子 就直接套在它的那個 柳三的這個頁子上面 然後測量它的分多幾個 然後呢 一同時 從早上溫點到下午七點 每一個小時一梗 它氣過 好 然後呢 這個我們用很多的方法來做測量 然後我們測量之後 Beta Calculine Gemine Gemine 然後吸走 這三個機子就是很重要的幾個 柳三有關的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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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 我們後來用這個測量 我們也到很多的房子裡面去做測量 包括那個 那個木頭的房子 因為不太容易把吸頭放個家具用好 對不對 那有辦法把 好的木頭呢 當我們家具做狀況 這個是我們以後要去面對的事情 要去思考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是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是 分多集到底 他們在什麼也就注意到 他們會這樣去訓練 分多集被打開來的訓練 那這是另外一個訓練 就是做生理禮 生理禮對生理禮的影響 他們注意到 這個到生理禮之前 這樣到生 到青座的生理禮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禮都要上去了 他做三天兩月的一個 一個是做生理禮 一個是到都市禮 做禮堆 上去之後 然後呢 然後呢 到了第七天的時候 他的這個 所有的NPSL 這是NPSL 那個自然殺手細胞 他還會出去的 都是高的 然後呢 一直到了 回到這個 這個 回到家裡的三十天之後呢 他呢 那是比原來的這個 沒有生理的事情更高 好 好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是在都市裡面做的 在都市裡面做 做都市的旅遊 三天的人 第一天 第二天都沒有上去 NPSL 都沒有上去 那我們整個陸地先好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出去 我們台北也來做一次 看到底怎麼樣 所以呢 我們在台北也做 然後 系統也做 NPSL 的系統是比較 好 他的這個NPSL的量 是稍微高一點 是不是 比較高 這系統是比較高 那NPSL另外 就是活化的NPSL 就是所謂的是 自然殺手細胞 另外就是 我們就邀請 十一的我們的 這個 義工 他們一起來幫忙 那 我們先 先期兩天一代 我們時空期兩天一代 之後呢 我們就到西樓上面 去十三天以後 四天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 他的 這個 NPSL的測量 你看 這個是上山之前 這個是上山後 第四天的時候 跟他做的測量 他NPSL 是沒有看到的改變 可是NPSL的 佛化的NPSL 就是自然殺手細胞 佛化的部分 是增加的 增加的 增加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他們回到了這個 台北市之後 三天之後 我們再跟他做測量一次 結果他的佛化的系統 就在 NPSL的火化的 那是實在 就是 回來的時候 才是 你應該好像 有具體的保持 所以 大概是作為建議 就是 空氣污染是無所在 我們要求 我們政府要 定定嚴格的標準 跟政策上面 要求是 那 我們要一方 清障結管基金 必須要室內 室外 家中 工作廠 都要總數 好 那 是不是 未來 要去尋求 去生命 還是說 有一個墓子的話 其實還是要實在 其實 目前這個分 還在 還在 其實在 演員當中 那 當然我們在台北市 其實我們應該要 好好地善用台北市 我們 台北市這邊 旁邊有很多聖靈 看看你們的聖靈 是小聖靈 但是最起碼 以太理事好多 所以有空 去一代或兩天 一定要去走一走 到山里面去走一走 找一個 這個 這個 履宿比較多的地方 那未來是不是 我們家 選一個好的地方 不要旁邊有 燒好便 你看 那 旁邊有 有很多的 建築工藝 燒好機 那未來是不是 總可以選擇一些職在 這總是未來我們在思考的事情 怎麼樣讓家裡面的空氣 你知道 那當然還是要告訴各位 正經期間 很簡單 無數學術 確實在家裡面 不要的東西 儘量把它 就是 輸了就進書櫃 衣服就進衣櫃 不要的東西 盡量不要亂擺 然後呢 盡量少放肩 不要去買工買 其實大家都是塑膠質 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 最後這個是什麼 各位 這個叫做 那 那是什麼意思 就靠在裡面 好 這個是住 這可以叫做從東到西 東西也 我們沒有講說南北 吃東西沒有講吃南北 對不對 這個叫東西 這是一個人 這是一個人 這個叫做 就是吃下去 把東西吃下去 如果靠在這邊 排不掉你就什麼 什麼叫做擠啊 擠是不是一個天 還有一瓶嗎 擠一瓶同天上來 春風夏雨秋秋霜同學 潔氣在改變的時候 就是擠一瓶的時候 這不是死了一堆人嗎 潔氣的改變很多人都生病 所以台灣是 濕氣很高的地方 台灣是亞洲代的地方 這地方的結論都是美國 這地方的結論都是歐洲 我們非常的潮濕 所以我們的飲食生活習慣 一定要 因地之理 我們該怎麼過日子 怎麼樣舒適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過也要講過 我們在 就是因為 那個議題排下去 每晚有一點 好 那還是另外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我其實我出來 我大概 東面都會 但是你們要帶走 這個應該非常好 所以 這個不錯啦 它是偶爾喝啦 不要時常喝 這個是瘦化劑 一定有瘦化劑 它會溶解出來 溶解出來 對 所以就是 未來我們怎麼樣去預防 今天就是 奇怪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 要玩兩個人 再一個小朋友 不是很好 所以那個 陪伏伏每一年大概 他們的中年期 還是過年過年 他都會擋生 一個瘦化劑 一個瘦化劑 大概一百一千塊 然後打折下來大概六百塊 值得去買 買一個 就這樣一個瘦化劑 我先報告到時候 有一個 之前在NASA NASA就是 美國的 這個開瘦化劑 他們也可以 他們因為 開瘦化劑 要在上面 要自己吃 所以他們就在想 有沒有哪一種植物 可以幫忙 他們做得一千塊瘦化 所以未來其實 我們要 用我們台灣自己的植物 用我們這裡的植物 讓我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來做 就是家裡面可能 比如家的年紀多大 然後要擺起來 什麼東風 然後你的植物 要擺在什麼方位 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要跟各位一起分享 因為 民心期待說 政府去改變 叫台電不要燒 叫中油不要燒 叫台塑爾不要六千灌起來 對 那增到一百年以後 我們都還能夠到 我當然還是希望說 我們政府 未來一定要認真的 好好做這件事情 因為 我們就一塊 台灣人 你把它毀了 就沒有了 所以怎麼樣 讓大家說 這塊土地其實是需要 政府要用心一點的 而不是說 這個發展企業是最重要的 當然是 經濟反饒是一件重點 而是問題是 沒有說 吸收我們的環境 來當作代價 好 這個是前提 我們在談飲食的時候 我就會想一個說 其實就是 Visus Visus的蔬菜 其實不要吃太多 Vi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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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吃一些 女生的蔬菜 絕對OK 但是記得蔬菜裡面 不是只有野菜 蔬菜裡面 要放很多更新的蔬菜 除了蔬菜 可以打開 紅蘿蔔白蘿蔔 一個女的 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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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非常好 所以我另外一個人 最後一個任務 寫他在我 隨他準備要出去 跟東翻他有關的 和保護作用的 都是更新的野菜 這個是從來前 人看到的事情 我看到的野菜類是甚麼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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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顏色的這個蔬菜 另外的是我們水果裡面 只要裡面只有試蘋果 蘋果是不錯的 我們看到的蘋果和葡萄 連鳳梨都不錯 八個部分都不錯 就是所謂的白石牛 這個東西我們都看到 發現都蠻喜歡的 保護出來的 所以就是 蒸菌類的蔬菜農藥比較少 蒸菌類的蔬菜 它的營養素比較完整 很多我們的長輩是營養不良 你們都知道 你們都奉行一個原則叫做什麼 多吃蔬菜 多吃魚 少吃肉 對不對 叫做 叫做金柯玉莉 然後叫你 你每天吃燕瓣 你每天吃草 吃得很慘 我的門診一堆這樣的女人 我也是倒閉 燕瓣 燕瓣是酸的 草米是酸的 非常的酸 對 草米非常的酸 然後燕瓣不好笑 燕瓣裡面有可能性 太多了 你不會吃一口 你會吃一碗 結果你笑好掉 它就塞在裡面 很多人會知道 你有根據有關 你會不知道 很多人一直在受苦 為了這樣燕瓣 或是為了這樣燕瓣 它就一直吃年脈 變成是草米 草米是很酸 因為你很酸 你很酸 你很酸 但是它也很酸 你知道嗎 你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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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是要注意到食物上面的 所以 食物的代謝消化吸收 或是靠的是它的根冷靜 所以你吸下去不好的空氣 吃下去不好的東西 你如果有一些食物 可以幫忙你帶去 你就不會冷靜下來 OK 那我剛剛提到的 是說 有一些食物 它可以幫忙去 它可以去幫忙去 綜合掉一些空氣物 有化物 還是有一些代理化物 它都可以某些食物可以幫忙 那如果你剛剛提到的黃金 這個是不是台灣產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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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國外的東西 我們未來也要找台灣 我們自己本地產的東西 好 我們現在要針對這個東西 來做研究 做研究之後我才能配管 好 那另外是做體操 我年輕很多長輩 所以請各位 你吃肉的話 記得啦 吃紅肉不是 沒有醉啦 吃那個白肉 沒有比較健康 你知道懂嗎 都吃 所以 均衡運勢 對 其實人家每天都多吃魚 要有魚的污染很嚴重 海水的污染 你其實做那個環境 做大奧斯做什麼 它都會告訴你 跟它是海災關 所以不要每天多吃魚喔 每天多吃魚 多吃蔬菜 你就涼涼涼 對呀 手腳冰涼的時候 冬天你就會舒適 你的血壓就會高來高去 碰到含有 人家沒有吃你就很冷很冷 你的血壓就不太好 然後 你的手腳冰的是什麼意思 血壓冰的叫 身杖 懶得家 血液都送不過去嘛 所以心臟佩命的工作嘛 所以不要有手腳 不會特別死 所以要變成死 你是不是在練習慣你的心臟 你看我 你不要講飲食是很有趣的 以後再說吧 再講不完 所以就是說 從你的飲食生活 現在都是從飲食生活上面 來告訴大家 你怎麼樣去找到健康 所以我想諸位很多人 應該的再吃野蠻人吃草米 回去可以改變一下 你要吃 你說白魚 你要說啊我血糖高 然後叫我人家說 吃白魚不好 吃白魚 那人人人講一大堆 他叫你要多吃草米 多吃千蚊 多吃千蚊不一定要吃草米 可以啊 要米少要米 沒有問題 要米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吃多 你就是七八分是白魚 兩三分以內 是各種不同的東西 你可以加一點點小麵嗎 你可以加一點點 這個 小麵 可以加藝人 可以加紅豆 可以加黑豆 加紅豆 會被你加 黑米可以 可以啊 紅米黑米都可以加 但是記得啊 你要買新鮮的 為什麼要跟你們家說 因為那五五米 不要去買五米 不要買十五米 為什麼 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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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米 很多米不是台灣產 人 但從哪裡過來 到台灣就隔了兩三個月 所以他怎麼處理 所以請各位就答應為主要 好 最好是買八種米 然後呢 也就是八九分 差不多 每次就是 加大概百分之十 大概百分之十 大概百分之十 其他的 他就每天都是不一樣的五五米 好爽 都不同口味 所以就記得啦 你要買的東西 買那些其他的五五炸 你就等一次買二三十塊就好了 哪個是我辦的印象 我每次用一點點 你才會知道健康的東西 你不要去買五米 買一堆哇 這個比較便宜 只買好幾斤 等一下 所以台灣的私機 還是要告訴各位 為什麼跟各位講 台灣私機很重 東西一擺 兩個禮拜就換掉 就省省了 然後不要把什麼東西都擺冰箱 不要什麼東西都塑膠袋 綁起來 是嗎 把你的冰箱都塞得那麼 每一個都塑膠袋裝的東西 你以為每一個都很乾淨 每一個都很糟糕 塑膠袋不會破損 所以你拿回來的菜式是有生命啊 有 有沒有生命 有啊 所以它會呼吸 所以你那個蔬菜用那個 用塑膠袋裝起來 你在裡面很快你就發現它濕濕的 是不是 他跟個人講 爛爛 為什麼 因為塑膠袋裝起來 怎麼做 根基類的蔬菜拿回來 就不要擺個冰箱 根基類的蔬菜 就擺完一面就好了 擺個冰箱 通風的地方給它放進去 不要擺太多 所以跟你們講 不要都只有吃葉菜類 吃葉菜類你真的會生病 你每天在吃農藥 這樣一說齁 好 這個東西就很簡單的原則 其實你們就知道說怎麼樣吃 所以空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空氣 好 那家裡面呢 就是少一點雜物 溜 溜 所以回去丟吧 哈哈 回去丟 然後回去整理 然後回去 那邊要送 回去送 走 等一下你等一下 踹踹都散了 欸都哄哄哄哄哄 然後放進去收拾 好 家裡邊齁 什麼都沒有 每天都可以打掃 每天都可以清掃 每天都插得過去 哇 你們進去幹嘛改變 可以 真的很多人莫名啊 很多人的疾病 全部都在這裡玩 你先問一個 因為外面東西往上 你這個房子從中都不關起來 嗯 你這個房子從中都不關起來 前面如果很不好 我們就把它關起來 晚上再開了 好 另外一個是 太後面了 絕對不要把家裡邊 全部都離開 拜託 真的 我是覺得 如果說前面也不好 後面也不好 那你也要搬家了 哈哈 我有點照啊 我有點照啊 我有點照 一定要通風 我告訴你 家裡邊沒有通風喔 你會不會悶的感覺 會 對啊 很多家裡邊的沾空氣 就出不去嘛 而且你每天在呼吸啊 我們呼吸 不然就會有很多的 不好的空氣 有很多的 有一些 背心物都會從你身上呼吸出來 啊 家裡邊就是要大小 啊 啊 家裡邊的煮菜 你不要這樣 盡量不要炒 不要炒 不要煎 不要煲 不要煲啦 你如果要煎 你剛才要煎 你不要煎 什麼東西都不用煎 煎 因為如果從食物的思考 那個很香的東西 那個叫做煤辣反應 煤辣 reaction 煤辣 reaction 煤辣 reaction是什麼 糖加油加蛋白質 結合在一起 就像像像 糖糖半 那對你的糖油病 對你的血管是不好的東西 很香的東西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到那個炸起來的東西 就黃黃的嘛 很香 那個就是煤辣反應 煤辣 reaction 煤辣 reaction 今天就是我被我做了 所以實在是很難過 那你怎麼辦 你怎麼吃啊 不是 還可以吃啊 偶爾吃 你不要煎 才會吃 你不要煎 偶爾就吃一下 下的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一個禮拜吃個兩三次 偶爾吃一下 你不要吃 偶爾到麥當 那另外一個是 你可以滿著用水煮的方法 可以煮 很多東西都可以煮 也可以用煉鍋針 也可以用水煮 很多東西都可以煮 很多東西都可以煮 所以你們如果 家裡面的煮煮 改變習慣 家裡很最有福氣 所以今天回去做的的話 是你們就是 回去家裡面就開始打掃 不要的東西丟掉 然後有多少逛街 逛街都不可以嗎 只能夠看 好 看一下就好 反正 就跟草莊一樣 草莊展示 你看 好爽喔 這樣 因為 擁有東西 擁有很多 翻到別人 你看 我們現在這些 玩武器的小孩們 現在這個 藏樓的小孩們 到最後是讓整個社會 看笑 看笑話 他專門有多錢 但是他的後代 就是給大家看笑話 這有什麼好的 是啊 擁有更多煩惱 更多 我們過得快樂一點 什麼都沒有最好 是 所以我沒有想太多 我說 有時候我跟病人講 好吃的東西就是福氣 你每天都想福吧 福快就被你用完了 我們慢慢的用嘛 慢慢的想用 你就可以用很久 看到人家中的愛 我講一句話 馬上就賺一億兩億 什麼好羨慕的 他賺完 他這輩子的福氣都用完 他就可以走了 所以我就說 我們基本上是 要回到自己的身上來想這個事情 活得自在一點 他善一點 不大感 我想這個是 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基督徒大家都知道 你擁有很多賊 會來偷嗎 會被蟲竹掉 所以真的是 我們這樣的話比較快樂一點 如果可以 你們可以用那個 電磁爐嗎 電磁爐嗎 電磁爐 就不要用那個 瓦斯爐 不要用瓦斯爐 電磁爐 電磁爐 那電磁爐的問題 你們怕的是 電磁爐嗎 電磁爐嗎 電磁爐 所以另外是電磅很好啊 那電磅就都買兩個 一個才一千多塊 用三十年都不會壞 電磁爐 電磁爐是非常好的東西 另外就是 就是 一個是電磁爐 電磁爐我想是 主要是它建築的地方才用 東西放下去才有 它不會受瓦斯爐 所以 電磁爐是一個思考 另外一個就是用電磁 你很多東西都可以做 微波不是瓦 微波食物的食物會被破壞 很多東西都會被破壞 所以不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所以即使是 用瓦斯機主動機 是一個比較 比較 危險的東西 而且它產生VOC 我剛剛提到VOC 它就很高 那拍抽油 抽煙機有沒有幫助 有幫忙 但是你要記得 很多抽油煙機 那個噪音是一百分倍 沒有 所以你那個 煮了一個小時下來 你的耳朵 以後可能就提早了 好不好 很多八、九十歲的老先生 老太太就是耳朵 你就覺得好難過 跟他講話好清楚 所以記得 那些東西都是長期臉記下來的 我們還會加一個 叫通知主察 會這樣 不看不聽 然後怎麼樣把握 你的眼睛跟你的耳朵 這個是我的團隊裡面 在我們那個研究已經做完了 現在是 準備發表錄之後 我們才會推爆出來 趕快 趕快 就是我們老先生老太太 叫你去跑步嗎 跟我們馬先生一樣去跑步好不好 好 我們選一個P2.5-100 然後呢 溫度十度系的時間去跑步好不好 好 當然不好 所以我還會講 春更下雨秋收農產 好啊 這個時候去再說 這個時候去再說 怎麼樣去養生 好 好 你願意裡面說的 嗯 所以我們中國的古書啊 中國的這個 這個古老的這個藝術裡面 早就這樣講 好 怎麼樣去過這個日子 是很難 一般的健身房的東西 有的品質 他能做到嗎 他只用空調來讓你覺得很好 那他問題是說 外面 外面 好 外面的東西很差 很乾脆在裡面做 對 好 你要選那個人 還是上那時候去 你抽牌時間 他們都晚上去落馬 連的話都晚上落馬 你就百天去 我剛才已經講了 晚上的時候 你下午5點頭血涯就下 你晚上 我前一陣子就有一個病人 我前一陣子就有一個病人 他說他心機正在之前 他都是連續一個禮拜運動 很多人就開始心臟不再縮 就開始準備運動了 他就晚上7點頭運動 三個轉不到10個 他說 一個禮拜他睡不著 他都睡不著 他晚上4、5點才睡著 為什麼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們那個 你的血壓要下來 是不是也是 酷大 是慢慢下來的 冷卻是慢慢下來的 你心臟這個引擎要慢慢的冷卻下來 扩當 我剛剛已經給你看了一個圖 你運動到10點 你的心臟怎麼扩當 怎麼冷卻下來 2點才冷卻下來 他回到家要洗熱水 吃個小夜 喝個水很爽 半夜了起來量到3次 4次 所以他都晚上到4、5點 他才勉強地躺下去睡覺 結果一個禮拜二星期不再 運動時間你選錯了 然後 另外一個好事 各位另外一個是什麼事 晚上 晚上的時間是一天空氣 應該是說 在半夜的時候一天空氣 最不好的時間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一整天的累積的空氣 到下午的時候 什麼時候空氣才會好一點 9點以後 漏水出來 露水慢慢出來之後 才慢慢會空氣 所以早上的時候空氣最好 早上4點到6點的時候空氣最好 運動的時間是早上大概是 4、5點 5點到早上6點多 車子上面出來的時間 這個時間是最好的運動時間 有一點陽光 選個綠地 有一個百年藍樹 大家在那邊做一操板 其實是最好的運動 這個東西 民運總統講不完 但是要告訴各位 健康度假外求 在乎你自己 你要不要去做 你自己可以做決定 包括你的空氣品質也好 包括你的食物也好 包括你選擇什麼時候 你做什麼事情也好 全部都在乎你自己 我們不要去靠政府 不要怎麼樣 我們參與過怎麼樣 沒有用的 靠你自己 回去就可以改變 謝謝 謝謝